前天大道簡介中应对照 HTTP colon slash slash www.taolibrary.com slash category slash category 6 slash C63006.htm Introduction to DL 前天大道簡介 Introduction to DL 中应对照前天大道簡介 以何为前天大道 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 三求道四求什么四求道 对我有什么好处 五具备什么条件 才可以求道六求道对我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 七道的宝贵 有什么病症 以何为天天大道 天天大道又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 心窍开悟之后 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 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 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道者 理也 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 道极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 道不会毁灭 道 因为无趣无来 不生不灭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补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叛之初 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礼 无天无地无人 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 不大道无明强明曰道 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 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协有条不问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 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 各交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比利及众生的根器 留下千金万点 穿下诸多虚恶从善的修实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或称为上帝 或称为造化 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声老 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 就会了解 天地间十五一物 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虽然盘盖各大教门的经义 为先门外教的总源头 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